那接下来我觉得又有非常亮眼的车款 它来了 那就是宾市EQE SUV 没错 宾市的主力电车来了 是的 因为它来很久 为什么我说现在主力电车才来 因为很多朋友就想要买SUV 对啊 它之前只有卖轿车 那现在这款来之后一定大卖 先跟大家预言一定大卖 你已经就是直接给它来打一剂强心针 这个看过之后实在太有吸引力了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的是 到时候你买得到的 跟我们现在介绍这一台 有一点点不太多 先讲一下规格上 大家可能都知道EQE SUV 有350 4MATIC 另外还有AMG的43 那今天来的它是350 4MATIC 不过因为它是认证车的关系 它在上面也选了一些升级的套件 所以如果你选的就是一般的版本 那它不会全然就是棚内看到的一模一样 对 但是到时候交车的时候 会标配AMG那套件 那也很帅 对 这台车只有 这台车是AVANGA的套件 对 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风格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头灯也不太一样 头灯等一下我们那边的时候 再为大家讲解 这是这个豪华Plus的套件 那当然一般的也是 智慧型的多光速头灯 没有问题 但是它如果你选另外一套件的时候 它会是更豪华的版本 那主要差异在于 AMG Line 主要差异在于两侧 它还有下方 会是比较有跑格的造型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运动感会更强一点 那一般来说的话 它的整个水箱护罩的造型 虽然它没有水箱护罩功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都是这个三芒星 满满满 非常的虚花 很多人看了就喜欢啊 今天来的这个车色 特别是很好看 我觉得既低调 然后感觉又测滑 然后整个风格呢 我觉得如果喜欢冰水 应该会很喜欢 那当然你要买这台车呢 我会强烈建议你 你花一个11.9万 选一个豪华Plus套件 11.9万可以加上去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比预售价的时候 减了21万 可能它已经本来就在 预算里面的感觉 刚好来选这个套件 还多很多 所以这个套件会包含什么呢 包含头灯 会从原来多光束的 智慧型头灯 升级到变成有 投射功能的头灯 那投射功能头灯是什么呢 你晚上开车的时候 就会在墙壁上 看到了 Mercedes-Benz的流星雨 还有它的logo 是不是很疑惑 那个感觉就有个展演模式在那里 你又不急着开车 先看看它心情很开心 放松一下心情 自我肯定一下 对不对 然后选这个头灯的话 它的日行灯也会不一样 也会变得 比较漂亮一些些 所以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除此之外 冰市的这个电车 EQ系列 它非常讲究 这个风阻系数 还有空气力学 它有优化 因为之前我们在房车 当然已经看到 它一再强调我是超低的风阻 那时候是0.25 来到SUV 感觉就你知道 比较高一点 它这种优势还可以留着吗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0.25 0.25CD SUV 那很厉害 对 所以真的是厉害 因为这样就有助于 就是它的效率 跟在延长续航旅程 这个部分 对不对 可以表现出来 然后再来看车侧的话 车侧我必须先说明的是 冰市它要监视它的传统 它前面引擎盖 现在当然不叫引擎盖 但下面就是电机 就是逆变器这些东西 在下面 所以这里是不能开的 就它们好像比较坚持 现在我还是把它当成一个维修部位 所以你是不能自己开的 也没有前厢的心理空间 对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EQ 都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是充电孔 不是的 是加水箱水的 所以加那个雨刷水的地方 就在驾驶前侧这里 在这个地方 那加也相当的方便 那当然在侧边 我们可以看到轮圈 轮圈跟你到时候交车的 不会是一样 样式不一样 您交车的时候会比较漂亮 是AMG Line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来看车测的地方 我第一次看到它有车踏板 这个车踏板 真超棒的 OK 因为背景SUV 它会让你更方便上下车 以后也不用去改了 对 那车门把手的话 你看很讲究 它的这个空气力学 隐藏把手 隐藏的 你轻轻一碰 它就自己伸出来 伸出来之后 里面还有Mercedes-Benz的 这个字样 还有加灯光 我看起来非常高级高贵 我们刚刚就站在车测 一直在想说 这一台车到底有多长 就是我明明知道 它的体量上 它其实还蛮有一定分量的 但是因为 车尾现在都是轴距加大 然后你会觉得车尾 好像就短短的 是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就 就在车长上 你会很想去看一下 到底它是多长的一台车 你讲到重点 这台车轴距多长 你知道吗 三米 好 那后座应该很舒服 后座超舒服的 但是外观上 你看起来不会特别的大 对不对 因为它是比例的关系 然后我们现在把车门打开来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 车门的门板 质感非常好 好 那我先说的是 这一台车 它选的是 这个蓝灰双色的那种 这个颜色真漂亮 那最重要的是 现在电车 你们看到中间那里 有 它的地板 全平 完全平 这个进出真的很方便 还有我发现 它比之前的EQEI说 它的后座的椅垫高度 是比较高的吧 没错 这个超级符合人体工学 我建议你可以上去 我上去试试看好不好 它因为是全 虽然它说是灰色 但我看来我总觉得它是白那一桩嘛 就觉得哇 这真的是女生特别喜欢的配色 我个人非常喜欢 那你刚刚才提到 真的 我坐进来就有感觉了 你看 我的整个大腿的这个高度 支撑的刚刚好 因为我觉得这里是变比较高 对 然后再加上深度也变比较深 所以完全 还有我的脚真的可以 又往前 很好 以背的斜度 是不是更棒 好舒服哦 很舒服 而且一进来因为又是大面积 这是玻璃车顶吗 对玻璃车顶全景天装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又开阔 又舒服 然后整个人可以很放松 还有一个他们说就是要选那个 升学舒适套件 这个也有选对不对 这一台也有选 升学套件我跟大家介绍 五万块 它包含什么呢 包含防红外线的玻璃 然后包含前面三块玻璃 是双层的玻璃 OK 隔音会比较好 对吧 还有你觉得整个车室内 以爸爸的眼光来看 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完美 这个如果跟房车 和这个SUV要选一台的话 我相信99%的人选这个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 本来SUV就是主流 EQVSUV 你看在整个空间上的表现 然后质感上的这一种设计 我觉得都很好 那来到车尾我们来看 4MATIC 当然因为它是双马达 是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有四区 然后再加上了空间上 乘坐舒服之外 质放能不能有很大的空间 你觉得 你看这空间怎么样 我们都不用多做介绍 直接信箱打开 就是一个中大型SUV的空间 非常的大 而且还有额外的惊喜 下面有吗 有 这是惊喜一 蛮深的 很深对不对 对 不是只有这样 前面还有 这里还有一块 然后我就用 我知道它这个可以勾住 对它这个可以勾 对不对 然后你往上勾住的话 你就可以很好置放东西 这两块算是我没想到的 Plus套件 没有了 这不用另外写 这是额外plus的空间 那我们要讲一下 电池规格呢 电池规格 它这标准的350 是89度左右 可以 就是这个价钱呢 你不用花到400多万 你可以买到大概 550公里的续航 大概90度的电池 然后最大中间公里 170千万 对 所以充电也不会太慢 对 所以非常非常切中市场的要害 当然我觉得 如果你它的动力 就是电动车 你会讲说 你一定要很快很快 那我觉得它是292匹 光看数字 你会觉得它比较温顺一点的 这种设定 但是我觉得毕竟电动车 就是大扭力 所以我相信 就开起来也还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非常期待市价 对 我们今天看到车的同时 还没有公办市价 所以都很期待 那我们先进到双前座 来感受一下 哇 小七 其实这个氛围灯 它一定先抓住我们的眼球 对吧 但现在车子在静止的情况之下 听说一发动 你会有更多惊喜感 你要有开电动车的感觉 对 你看我们把它发动 告诉你正式启动 有跟你打个招呼啦 对 虽然我很安静 但你看出我的变化了吗 对的 这就是宾室吗 对啊 这个就是宾室的感觉 那当然如果你从油车转弯过来的话 无缝接轨了啦 为什么 因为它这MBUX 基本上是同样的系统 所以不管是12.3寸的仪表 或者是中央 这个12.8寸的直立式的荧幕 其实跟现在目前的宾室 都是很接近的 对 但科技感也非常的强 但是呢 刚刚我们开机仪式 那个就会让你知道说 你现在开的是纯电车 对 而且最新世代 很炫 对不对 那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 饰板本身 这个应该跟标准版不太一样 对吧 对 标准版是这个三芒芯的 跟外观一样很稀滑 但是如果你低调一点 你对生活品质有更多一点追求 这个很类似游艇的饰板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项 没错 因为这种棕色的雾面的饰板 我个人比较喜欢 我个人也很喜欢 对 因为你会觉得它带着温度吗 还有就是里面的整个格局上 它有很多的空间释放出来 对 你看我们 传统上我们只能看到中控台 对不对 排档杆不见了 当然宾室都是坐在这里的 所以中央是释放出来的 那重点是什么 不是这里 重点是你看下方还有一个超大空间 超大的镂空 而且这个镂空的空间 它本身这里又有充电的Type-C的槽位 另外是它这里又有束带 对 如果女生或男士们 你们真的就是把包包放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固定的蛮好 而且这空间是大的 除此之外 连这里 我刚打开 超深的 超大 里面一样有两个Type-C 然后这里又有 它好多充电孔 电车嘛 真的 一定要很多充电孔 如果你预算再多一些 43 43的话 你还可以选那个Hyper Screen 超大银 对 因为43不只是它有大的动力 二方面是 我可以去选配那个Hyper Screen 对 对不对 还有就是 它真的啦 就是那个零摆加速 它就有跑车的感觉 更有那个View 而且那个声浪 对 在加速的时候 它的LED光调 整个光线的配置 你会觉得 哇 更热血喷张 那很多朋友一定是这样 我本来就有在注意到 平时EQE SUV要来了 那时候预售价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哎呀 那价格上379万嘛 43就更高一些 但是 在正式公布售价的时候 它制造了一个惊喜感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是树立像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七央行动 你也看不到吧 海船游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 ティン 又 Village 莫鸟 地球王金线 航下 大本 甚至